昨天下午4點鐘左右 我們就根據需要安排入院的名單 我們就安排了一位女士 經救護車送入我們這個社區治療設施 醫生在晚上10點鐘在電腦系統 就覆核病人的資料的時候 就發覺病人就沒有新型冠狀病毒測試 陽性的紀錄 即是說這位病人就不是一個確診的病人 今早早醫生都在跟這位病人做評估之後 確實紀錄確認這位不是一位確診的病人 於是我們立即轉送這位女病人 就去馬加列醫院做檢查 和安排測試 測試結果剛剛出來了 都是陰性的 這位女士昨晚就一直都留在自己的獨立病格上 就沒有跟其他病人接觸 當時他也有帶回外科口罩 發生了這件事之後 其實我們已經即時檢視入院人士的流程 包括加強不同環節 就是核實名單 上面確診人士的化驗結果 希望大家理解阿博管這個設施都是一個新的運作模式 整個程序都是很趕 還有很多病人是需要處理 當然我們明白忙和趕都不是藉口來的 都希望大家諒解我們這個新的運作 我們都會跟衛生防護中心認真去檢討整個流程 以及今次的事件 避免同樣的事件會再次發生